現在我們進入第十五份的質詢 都是最後一份的 下面請何韻生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 早前房屋局公佈有六十一個萬九經屋的家團 分別因為預約買售人 他的家屬成餘 或者他的配偶在本屋持有居住用途的物業 已被解除買賣預約合同 或者正是進行解除買賣預約合同的一個法律程序 而近日更有大批的經屋的申請人反映 因其或者家團的成員的婚姻狀況的變更 相關配偶被當局要求強制列入家團的有關名單 至少部分人士的配偶因為遺產的繼承 或者其他的原因而取得的物業 是需計算入整個申請家團的資產中 從而也都導致有關的家團 在申請京屋的資格成疑 事件也都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討論 不少正在預約造契的一個京屋的買售人 更是人心惶惶 事實上本人也都收到上十部分家團的求助 由求助人提供的由房屋局發出的公銜可以見到 行政當局為於申請的一個效力 認為有關的申請人均不可以申請期或者家團的成員的配偶 不屬於家團的組成部分 因而是駁回有關的申請 而當局根據京屋法第六條的第一款規定 家團是指因為家庭的法律關係 或者事實分關係而共同生活的人 換言之 即是當局認為 京屋的申請人或者其家團的成員的配偶 是符合京屋法第六條第一款關於家團的定義 即是該條所指的所有的家團家庭的成員 困須成為經濟房屋申請家團的組成部分 而無需考慮其是否有參與 或者共同申請的一個議員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的質詢 第一 京屋是澳門特區重要的公共資源 保障京屋資源的合理配置 是行政當局的職責所在 因此請問當局 有否對上述所涉個案 逐一地去研究分析 以實事求是的原則 去釐清個中的原由 避免因為政府對於法律的理解 執行的前後不一致 影響京屋買受人合法的權益 第二 按照京屋有關的房屋局的一個網址 提及早年所在的關於京屋的問題集 第二十四條 要為分別財產制及取得財產的分享制 躺家團的代表不申請增加配偶為家團的成員 不影響家團代表申請取得經濟房屋的要件 但是目前當局已經將相關的資訊刪除 就此時房屋局的回應 只是適時地更新網站的資料 但是該情況已經表明 當局對同一法律的理解是前後不一致 在實際的操作上亦存在矛盾 導致居民難以獲得清晰明確的指引 為此請問當局 按照早年的京屋問題集 有關京屋家團是符合要求的 但是在有關相關法律未曾修訂的前例下 有關的家團是不符合目前的要求 對此請問當局有什麼解釋 是不是存在了對法律條文的解釋 以至執行出現了理解上的問題 而導致前後矛盾的情況 今後京屋的申請人是如何遵守有關的指引呢? 第三,如上面所說的原因 就是由於各方對於現行京屋法第六條 即是家團定義的規定 應該如何去理解 為此請問當局 這個條文當然定義哪些人組成家團 以共同申請京屋 但是其最終是否一個共同的申請 或者是組成結構 是否可以由京屋的申請人自行決定呢? 尤其是京屋的申請人 在成功申請安排上樓之後 等到做契義的時候而結婚 配偶的一方 是不是必然是成為 該申請人的家團的成員 而無需去考慮起 是不是有參與或者共同參與的議員 從而去影響申請人 去配受有關的一個京屋的資格呢? 多謝 請羅司長回應 主席閣下 韓永新議員 關於這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 廉署近期出了個報告 新聞稿 那個標題是 某一個情況 關於那個情況 亦都說怎樣處理 我們會按照這個情況 和這個處理的方法來做 關於其他的情況 亦都按照這個聯署的建議 所以我們會 已經開始了 房屋局開始研究 做這個收這個 經屋法 即是收法 所以現在暫時 關於這個問題就是這樣 謝謝 何俊生議員 好 多謝師長的簡答 亦都看回 其實四月底 師長都說了 一個舉措 就是將房屋局 陸續發信 被受影響的家團 就表明 較早前 當局所寄給家團的不批准配偶 不屬於家團組成部分的公銜 是無效的 這個我想 師長當時有這個舉措 剛才師長都說了 五月份其實廉署也都認為 現行的經屋法 並未有強制規定申請人的配偶 必須是要成為家團的組成部分 並且也要指出公共部門 必須是要依法行政 那我想要強調 行政部門作為法律的主要執行者 有權不能任性 需要嚴格地遵循現行的法律規定 去依法施政 任意的解釋的法律 是對法律的一個示意的一個踐踏 那對政府的管治的威信 亦都是極其一個惡劣 那所以呢 也都 連署也都有講到 我想問一問 師長 對於今次這個事情 相關部門 是否要有一些責任的一個要承擔呢 另外有些甚麼改善的措施 避免這些事件的發生 那另外也都看回 導致今次事件的根本的原因 就是當局 造契慢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已經我覺得是有很多年了 有很多京屋呢 十幾年呢 到現在都未造契 那對於京屋的申請人 是造成很大的一個困擾 那在這方面呢 也都想問一問師長 對於造契難 有沒有些甚麼改善的措施 那另外剛才也都說了 司長說了 那對於京屋法呢 也都會有一個的修法的 那我想問一問 師長對於未來這個京屋法的修法的方向是怎樣 怎樣能夠呢 去杜絕今次的一個的類似的事件 那我想這方面呢 也都需要師長做一個的回應 那再者那方面呢 對於就是說造契難呢 其實也都導致呢 有很多的買售人呢 當他可能會發生 他的家團的成員 會有一些的繼承啊 結婚啊 或者擁有 或者其他曾經擁有的 這些這樣的情況呢 而未能去獲發一個的核准書 許可書的個案呢 也都時候發生 那其實在這方面呢 如果在這個不去解決的話呢 也都未來呢 在這方面我想發生的事情呢 都是會繼續 那所以問一問呢 對於造契難 師長有甚麼改善 其實現在我們造契都已經 是判了給一些的私人的公正員啦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有一個時間 可以做快些 去令這些問題呢 有所解決 那另外剛才師長都說了啦 今次廉署的解釋呢 是指某一些的情況 那另外一些情況是怎樣呢 可以是需要 有關的一個修正 有關的經屋法 這樣想聽聽師長的一些介紹 麻煩 請師長歡迎 多謝主席 韓永新議員 第一 首先一樣東西 先簡單的答 簡單的答 答你的問題呢 希望你不要 即不是說不尊重 因為我看回這件事呢 我就想起怎樣答 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你說起這樣 我沒有問題 我會回答你全部的問題 但是說回少許過去的事情 我會回答你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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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局出了一些信 社會有人吵 慢慢有人去做 慢慢我見了 同一個時間 有人去了廉署 去了廉署 慢慢有一天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4月26號 我和十個議員 因為有幾多 有議員 一些有寫信 一些有打電話 一些有找我 一些有找局長 一些有找長官 都見了十個議員 好了 你是其中一個 當日我講了這件事 我是聽了這麼多議員的看法 我告訴我 我只需要少許時間 給少許時間 好了 我自己覺得這個問題複雜 所以 每一件事我做了 是 叫了火局 再出一封信 用來之前那封信 無效 因為我需要時間 因為是你們告訴我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們見面是4月26號 有一些信 各個聲明意義 5月1號5月2號到期 所以我就趕快做了批示 出發封信 那些人 不用 定一定 好了 慢慢呢 我就等了 因為有些人去了廉署 我就等廉署報告 好了 廉署出了 大家看到 好了 大家 詳細 即使 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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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看回這些廉署寫的 招量的 標題是一個情況 怎樣處理這個情況 他寫了 我不外國 因為我的中文不是那麼好 但是我稍後有些人會 好了 但是呢 第二件事呢 是最後的記行 就說 各個社屋法 要 需要 建議 修改 所以我經常說 是這兩件事 第一 關於這個情況怎樣處理 我們會按照這個廉署來處理 第二 要改這個經屋法 我們會盡快 盡快 改這個經屋法 好了 關於現在 你問的問題 第一 責任承擔 有沒有 我覺得沒有 為什麼沒有呢 是這樣 因為 因為 火局 是有 當時和今時 是有兩個不同的提法 好了 所以 其中一件事 看完多樣東西 廉署整個文件 你們可以看 沒有說過 我沒有看到 一些違規的行為 一些這樣的事 只不過是對於這個 經屋法 有一個 時間 火局 有一個提法 近期 火局 對於這個 有另一個 現在 我自己可以說 或者 是因為 我需要 收拾一收拾 經屋法 所以 我清楚 我不覺得 有一個責任的 承擔 沒有這個需要 也 我看回整個文件 我看不到 少少 有一個 違規 行為 即是 不適當的行為 一個人 看一個例 我們日常都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 理解是這樣 他覺得理解是這樣 所以 我趁這個機會 我會回答你第三個問題 是關於那個檢討 這個 經屋法 有什麼 這一分鐘 我具體我不說 因為我 當然我自己有些想法 但我 我也替我的同事 帶上來 但起碼有一件事 我會做 有些事情 不是那麼清楚 我就會趁這個機會 做清楚 就避免產生多些問題 因為我的時間 第三件事 等一下沒有時間 關於那些 契的事情 起碼有一件事 我在這個立法會 已經說了 契 現在上網 每一個星期 我們會更生 但有一件事 我肯定 現在那些契已經快了 但一會兒 有時間 局長會 詳細和 講 但這件事 我想 這是很清楚 那些契是快了 有些人說 有些不是關於我們 是慢 今天早上我來開小座會 那些記者都會問 這件事 何時我要求那些人 交些文件給我 他不交 他不就怎樣 這也是一個問題 我們有些人 超過一年都不交文件 是否羅法家禄 梁榮仔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 局長 各位同事 剛才司長都說過了 61萬9京屋的家團成員配偶 信咸 那些信咸發了出去 那現在你們就取消了 那我想了解一下 之前有沒有發過這些信咸 如果有 你們是否處理了 那如果處理了 那那些是否不公平 之前那些 有沒有 我希望局長 或者司長了解一下 如果是真的 之前有這些信咸出了去 令到家團成員做不到契那些 或者他不一定做到契 或者他自己取消了 因為覺得他的條件不適合 那他自己取消了 那你對那些 會不會是一個不公平呢 會不會有這樣的現象出現呢 多謝主席 李靖怡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 對於政府 為了公資源的善用 你無論說 將來在修法上去完善它 或者你去執法去監察 有沒有違規出租這些 我對政府這個 你要善用資源這個 我沒有任何意見 問題就是按照現行法律上 能夠合資格造契的朋友 大家就很想等一個 就是說你何時幫他造契 我覺得這個很清楚 今次這件事件 現在廉署出了一個結論 就是說他的法律分析是這樣 司長也都說會按廉署去做 那究竟這些個案何時幫他造契呢 我相信這個是大家的一個疑問 剛才司長說到 就是有人沒有欠交文件 我相信如果那個人是由始至終 他自己租不交文件 他自己個人負責的 但問題就是按照政府 現在多個大廈發出了總數 總數簽了6982個預約買賣合同裡面 欠交文件只是佔481個而已 7% 其餘大量的都是說 政府是應該要如期跟他造契 那當然啦 造契的程序的確有加快 問題就是說 譬如我舉一個例子 湖畔大廈大概是2012年入夥的 但是他們現在發出了許可書的是2181個 已經簽契的1871個 還有300多個還未簽 你發了許可書 他都還在排隊 而審查當中有236個 為何審查這麼久呢 有些業主都跟我們說的 他交了資料好幾個月 去年2016年已經交 可以還是不行 你給個答案給他嘛 不行 他就請律師處理 可以的 你盡快安排造契 為何還是審查終審 幾個月一年 你都不通知他可以還是不行呢 其實現在大家在等的是這件事 你說他個人有責任 自己不去簽契 自己不交文件 這個是他個人要看 包括就是 會不會是你有些職員通知的時候 不清楚 我想要跟回 但我們現在說的不是這種情況 是已經有許可書 或者審查當中的人 你總該給個答案 他何時盡快造契 因為關鍵是 如果你越遲造契 他中間可能出現的變化會越多 例如我們收到一些個案 過程中真是離婚個案 或者有家團的人死亡 你火局現在又說 我要等個法院做財產分割 才可以幫他造契 這些個案的複雜情況 就會越來越出現 盡快協助你現在合資格的人造契 合法律規定的人造契 我想這個是政府必須要盡快篤操去做 至於將來你說法律規定 我要收到多嚴謹政策應該怎樣做 這個是後面的事 但現在大家很想問一句的就是 你現在究竟政府是不是 真的積極去協助他們 盡快審查清楚資格 然後盡快協助他們去造契 大家是想問這個 就是就著廉署這個結論出來之後 你既然說要跟進他們去做 究竟那個安排是怎樣 希望政府在這裏真的能夠積極去協助他們 跟好這件事 不要再困擾這些家庭 因為現在他們還是不知道 什麼時候可以 什麼時候不行 你隨時又通知他說怕不行 大家是很憂心的 麻煩你 崔世昌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局長、各位同事 這件事發生之後 我們有很多議員很關心 我不是那十個議員 但是我一直有看這件事發生的進展情況 也都看回以前的情況 覺得其實出了問題 是離不開懲罰你 但是始終法律就是法律 那司長既然說到 在不久將來都希望能夠盡快做這個法律的更改 更新 那我有一點想提出來 希望司長在更新的時候要注意 其實現在一個京屋是經過三層先制 是正式完結 第一個就是最初的申請 跟著是入伙的時候 政府建好一些屋交給他 他又交了錢拿了鎖匙 最後就是造契 那當然造契能夠盡快 這個當然是好事 但是這個是雙面的 第一 政府要做快些 也都這些 屋的購買人也都要配合來 交多些資料 交齊了一些盡的短的時間 但是來一個重要點 我不知道這個構思對不對 我也都跟一些朋友聊過 尤其是地產界或者法律界朋友聊過 其實有一個方式是可以 避免了今次的情況發生 就是在第二次的時候 做一個正式的審查 就是在交鎖匙的時候 和他交錢的時候 其實在 不說在現在的法律是不行的 但是真的來講 其實就是已經基本完成了交易 他拿了你的房子 你收了他的錢 如果當時他的情況全部是合法 是依足經屋法去做的 我個人覺得 和一些朋友都覺得 這個就是完成了這個交易 而這個造契只是最後一個 英文叫formality 一個形式上大家 因為他也要信任政府 政府也要信任他 這個只是我給司長和局長 在將來的探討 我希望在將來一段日子 大家不要糾纏在懲罰理 因為懲罰理始終 各有各的看法 也都 正如司長所說 對一個法律 大家的理解也有不同 所以我個人看 不知道我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 不是對錯的問題 是解決問題的方式 是怎樣去處理 多謝 梁安琪議員 梁安琪議員 多謝 主席 司長局長 其實這次事件最令市民感到不滿的就是 市民依法遵守當局發出的指引 官員處理的方法前後矛盾 就好像剛才大家所說 不同的官員對法律 是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處理的方式的 但是這樣會令到政府的公信率是有問題的 那現在 廉署已經公布了 就是那個投訴和那個調查結果 是指房屋局沒有充分的法律 和事實的依據去改變 可否不把這個配偶納入家團 這個法律的觀點 故應接納 輪候經屋期間 結婚的申請人 就不把配偶納入家團的申請 對此 當局會不會 是依照廉署的結果去處理相關的問題 日後如何確保 當局清理和理解 清晰地運用現在的法律 以及剛才的司長也都說過 也都會修法 那將來 是不是要更加 要令到各個部門的官員 他們處理的事情是一致的 就不要各有各的想法 希望在新法裏 加強這方面 多謝 黃潔晶議員 謝謝主席 司長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想司長或局長可以明確 就是說 在廉署報告出座之後 那個處理的方法 是否 即你們用法律的理解 是用何時的指引 以及是用何時的一個規定 現在對現行法律的理解 究竟拿回哪一個做原則 是否拿回最初那個做一個原則 去處理這些個案 或者是未來會不會還有一些 未造契的情況的時候 你們對這個法律的見解 將會是用什麼指引 所以我很想明確 給居民清晰去知道這件事 另外就是 剛才司長說到 覺得房屋局 沒有人需要承擔這個責任 但是 有一些收到信的 一個 經屋的一個住戶 他收到信之後 其實是按照程序去做 有些甚至是聘請了一些律師 也都諮詢了 那麼這些費用 他們都是支出了 無疑是傷害了他們那個 叫做有所損失的 那麼如果他們將來要追討的時候 那麼你們是否應該都相應 是承擔這部分的一個責任 去對這些居民有一個交代呢 那麼 還有就是在未收發之前 你們是對於一些 如有相同的一個個案 你們是想著是怎樣去做一些處理和跟進 還有你們會不會 其實已經是有一批信是準備出 但是是未出 那麼對於這部分人 你們是 那個做法是會是怎樣去考慮呢 謝謝 歐錦申議員 是 多謝主席 市長局長 對這件事 其實這個 這件事的產生 其實關鍵就是 那個造契時間太長 因為現在所發生的這些事 全部都不是說 在他們簽訂臨時買賣合約的事 之前發生的事 是之後發生的事 即是結婚也好 繼承也好 都是之後發生的事 所以 時間太長 是產生很多變數 這點上面 究竟怎樣去檢討呢 是否我們速度上加不加快呢 如果速度上加不到 剛才崔細昌的建議 我們兩次審查就夠了 亦都無謂火局 申請又審查一次 接著到簽訂臨時買賣合約之前 又審查一次 最後做契又審查一次 正如現在司長所說 我們哪有這麼多人想做這麼多事 是吧 這也是希望從這個角度來檢討 但事實上現在到現時為止 這是之後的事 到現時為止 即使直到今天星期五 星期三那晚我在石牌灣 都仍然有居民問我 那現在怎樣 都還在怕 只是說司長說取消了那封 司長下令的局長 就是訪局取消了那封通知 那究竟又怎樣 很明顯 現在仍然處於這個狀態 很多居民都仍然很擔憂 所以現在這個步驟裏面 在未曾修法之前 最少現在怎樣去加快那個造契 我想剛才司長所說 有一些不合作 不肯交文件 畢竟是少數來的 就是用少數來的去 去解釋大部分的事情 是不合理的 大多數居民 你說可以跟他造契 他都很合作 很快提供文件的 當然文件規不規範 不規範 你要他再 那些規範些 這個有可能 但是他都基本上是合作的 那是否這方面 真的可以 真的加快一些速度呢 等他們真的造契之後 他們安心 始終安居樂業 都是我們特區政府的 希望能夠為居民提供的 一件事 所以 既然他們已經在住 希望令他們真的安心 加快造契這個 我希望真的 下多少少功夫 去解決到這個問題 鄭文廷議員 多謝主席 多謝司長 今天通過何潤生議員這個 口頭質詢 其實令我更加聯想到何一居 為什麼說聯想到何一居呢 現在我們所有現在說 現時這個政策 是因為我們造契時間太長 而現在很多議員說 包括廉政公署 包括政府都說 要因為造契時間太長 令到他們現在可能家屋沒有了 所以變成那個情況是 最主要的原因是造契時間太長 好了 包括海一居和土地 就是因為政府 批職和批這個工程准照 時間太長 並沒有 城市規劃 一直政府 拖延 或者是 要配合政府的城市規劃的發展 所以 這些工程准照 或者這些 土地的發展 就是在這裏等政府了 等到最後 二十五年到期 喂 對不起 收地 現在我們這次這個經公法就是 等到政府做完 到時間做契了 我的資格不合了 售屋 怎麼辦 其實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們的行政效率低下 或者是我們的行政效率慢 那麼現在 如果政府 我的行政效率是要這麼久的 好 我們全澳居民全部配合 但是配合完 得出來的效果 就是 要 市民來承擔 要海一居的府主來承擔 喂 他買樓那天 那刻 政府幫他做了交稅 過了登記局 茶屋子都是有 出了那間屋是你的 二十五樓B 空中流角 茶屋子都是你的 但是 因為 政府的一些 批職的時間長 或者 橫屏 橫屏的時間長 令到 那個發展商 不可以 及時地 起到樓 跟著 土地法來了 二十五年到期 對不起 收地了 現在就是 喂 你來了 我條 我條 京屋法 來了 因為 我做契時間太長 我要收回這間屋 其實同出一次 但是 我們希望 為何到現在這一刻 對於解釋 填補 或者修改這個土地法 還要這麼多爭論 其實 我們不是說 將一些錯的土地 的成批人 的責任 在於他們 要幫他們拿回地 而是有些沒有錯的 歸責 不歸責於成批人 他們也是副主 謝謝 林香辛副主席 謝謝主席 市長 各位官員 我提一個問題 是相關 就是 那個 京屋 以前我們就是 有幾個屋 分幾個屋 現在我們手上 有一批人 是買了京屋樓花 現在我們在筷子機裡 有一枱 青州裡有一枱 很大 將來這些 又有沒有這些首尾 我都希望 師長能夠 有些東西 當然是法律上的問題 因為那裏更複雜 那裏更複雜 有些 是以前 萬九債的 以前是一路去 將來可能是沒有了這些 因為已經沒有了這些 排隊的問題 是不是 那裏是 不少的 屋的狀況 當然 你說會不會 個個都出現 類似的問題 我相信 不會 但是他那種情況 比這個更新的 這個是入了火 然後你又說做契 盯我出去 跟著現在這個 你又預約買仇 我也是的 那你又盯我出去 這個問題 是來的 所以我很害怕是這些 究竟應該是怎樣做呢 應該是做清楚它 如果不是 這間屋 現在來講 它已經不僅僅是住的問題 是不是 變成了不僅僅是住的問題 因為這裏牽連到 這個公屋的 造契引發的問題出來來講 牽連到我們的效率 牽連到我們的 那個 特區政府 對 這一批人 他怎樣去對待的問題 變成了更加複雜 更加難搞的東西 我的問題在這裏 請羅司長回應 主席多謝 我講兩句 局長解釋一件事 我再講 兩個問題 局長會解釋關於 那些造契的情況 那些困難 那些程度 剛剛線下 副主席提了一件事 是 現在出問題那些 是03、04、05年 但是譬如今年的 去年 去年 我們 完成了青衣 青衣 青衣都是晚舊 所以 還有 還有 事情要處理 讓局長會介紹 一些關於那些 主席 多謝 多謝司長 主席國學 各位議員 梁美仔問的問題是沒有的 我們 對於 報告裏面 是那些 不入隊的家庭 還有 是分產的 分產的 背後 他們的蜜業是分產的 我們是沒有介紹的 我們只是出過信 現在這些 我們已經 陸續開始 出了許愛書 那幾天 都已經簽了 我們同時 立刻再審 因為要出許愛書 還要再審 那個家庭承認名單 裡面 他們還有沒有蜜業 不是說是背後 始終都要等 財政局 和蜜業登記局 回資料 我們才可以做 因為一般做契 我們是要寄信給業主 業主要加些文件 加些文件 我們還要審查 還要去網上看 他們問 還要經過財政局 和蜜業登記局 再扣認 他們真的沒有什麼 我們才可以做 所以這個要時間 我們還要做 我們從2006年 即是去年 開始 我們現在平均一年 可以做到四千個 發到四千個 學書 OK 所以我們預計 如果 青兒大廈 今年 可以做到 物業登記 我們亦都希望 今年可以處理到 青兒大廈的 那些個案 但是 學師長剛才都說了 真是有些業主 沒有交文件 我們到現在 應該是有四百幾個 是沒有交文件 未交完文件 有三百五十個 是未一次都未交過文件 我們都在想要怎麼處理 有些是兩三年都不交文件 我們出信 我們現在會對這些 再寄相掛信 是沒有交文件 在我可以說 永齡都有些未交 好 真是有這些個案 但是始終造契 是我們最終做了 物業登記之後 才做到 這個沒有辦法 譬如青兒我們到現在 那個程序 登記局 都未去到登記局 還在財政局那裏 因為財政局 還會做那個 分塵 那些 平時 跟著才去 財政局 那個物業登記局 一做到我們盡快 我們覺得這個 我們有把握 因為我們現在的速度 是平均 可以做到四千一年 我們不擔心的 未來的青州科 未來的萬後九 只有三千多個單位 如果是順利 一年都可以做到 這個我不擔心 但是真是有個程序 我們政府需要 真要審查 每個個案要審查 關於其他問題就是這樣 梁榮仔議員問我 關於有些人自己放棄 是不是公平 你自己放棄 我都沒有辦法 但是是不是公平 我想大家都懂得答 關於崔世昌的意見 還有歐 有多個議員 考慮 考慮 考慮這個意見 關於 梁榮仔議員 關於 梁榮仔議員 問是否各有各的看法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但是有時候過了一段時間 或者有一段不同的看法 就會產生這個問題 所以不是 我A看是這樣 B看都不是這樣 只是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經常都強調這些 所以是因為這個原因 或者我們的經過法 不是那麼清楚 我們就會信 用這個機會 來執政 執清楚 但是我也想強調這件事 我暫時說了 大家看回聯署的文件 沒有一個 我看不到 沒有一個特定的方法 對於我們的同事 是有些問題 我們的同事的行為 有些問題 我每天要做很多決定 小的決定 中的決定 大的決定 是不是全部都對 我告訴大家 肯定不是 沒有可能我這麼多個決定 全部都對 不做功夫 肯定不怕撞板 但是做功夫 一定撞板 希望是 小的決定 做錯了 沒有大的決定 做錯了 還有少些決定 這是盡量大家做好這件事 但是是否可以保持我們的同事 每個人都沒有問題 每個人都會做事 沒有問題 這是沒有可能的事 我們是否人 有時候都會做錯的事 現在有些事都不是做錯 是一個理解 一些人理解這樣 一些人理解這樣 但肯定一件事 當時理解都是法律專家 今時理解都是法律專家 但是事實是對於某一個法律 是可以有多過一個看法 有多過一個理解 所以搞清楚是 有一定心 就是有這個意義 是用來做錯一模 所以大家都是做 有不同的看法 關於黃潔晶議員文 關於黃潔晶議員文 跟舊的原則 新的原則 用來處理這件事 我先回答 又不是舊又不是新 關於這個情況 我是跟連署的原則來做 我已經說了幾次 所以關於這個 連署的標題 那個情況 我們是按照連署來做 連署的建議來做 所以又不是新 又不是那個 關於其他情況 其他情況 我們會繼續做出 我們都會繼續 每一個個案 我們會處理 我知道現在整個 這件事是很敏感 是 我們肯定這件事 我們那些同事 肯定會盡量 集中的精神 不要阻止問題 但是是不是可以避免 完全沒有問題呢 這個是 誰做這個功夫 都是人 不是一個電腦做 是人做的 所以 我們會逐個逐個來處理 這些中間未處理的 因為有很多 沒有說很多 有其他不同的情況 關於那些人 給了一些錢 給律師那些 計我知道我可以再用 計我知道好像我們 應該沒有一個方法 可以幫到那些市民 給回那些錢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 就是誰用了那些錢 給同一個狀況 是否可以政府被分 計我知道應該沒有這個可能 但是我可以看一看 我都不是法律專家 但是我看不到有一個 應該是這樣 是 歐錦新議員 都講了 剛才說 星期三去了一天 在我們會 關於其他情況 我們會處理 我不可以一句說話 給一個答覆 因為那些情況是不同 今早做開完小組會議 那些記者都有問我 這樣這樣 我不可以說 安心還是不安心 因為情況不同 所以我們都是按照法律 按照每一個情況 來決定 來做這個分析 蔣庵議員 好像對於這個問題 沒有什麼 所以我就沒有東西回答你了 是的 我想我答完了 答完了 答完了 各位議員 我們已經完成了第十五份的後頭質詢了 多謝羅司長和各位官員出席今天的會議 我們完成了我們今天的議程了 現在宣佈散會